三天的时间过得真快,10月27日,结束了对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,搭乘飞机回国了。 这一次访华,是日本首相时隔7年来的首次正式访华,在访问备受关注的同时,安倍的一个特殊任务,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,那就是租大熊猫。 此天一要日没透露,安倍在访问期间计划,向中国提出租借大熊猫的申请。 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,在中越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时刻,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 日本第一次收到中国赠送的大熊猫是在1972年,那一年,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。 大熊猫康康熊姓,当时两岁,兰兰慈姓,当时四岁来到日本,落户东京上野动物园。 当时,康康和兰兰的到来,迅速引发了日本的《熊猫热》,那个年代的一些文艺作品,也描显过日本举国上下,对这两只可爱动物的喜爱。 比如,樱桃小丸子中就曾画过小丸子,和爸爸看熊猫的故事,为了养好康康,兰兰这对宝贝,日本聘请中国专家指导,紧急成立了专业小组,悉心照料。 不过很可惜的是,熊猫在日本养得并不好,兰兰在1979年死于妊娠高血压,及肾功能不全的病发症,她此时只有十岁,年龄还不到人工饲养,熊猫平均寿命的一半。 兰兰死后,因为担心康康孤单,中国在1980年又送去一只雌性大熊猫欢欢当时七岁,然而,也许是对兰兰的死过于悲伤,康康在兰兰去世后,不到一年也死去了,死因是现在功能不全。 1982年,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之际,另一只成年雄性大熊猫悲飞,当时15岁飞抵日本,在上野动物园和欢欢结为夫妇,后来,欢欢和飞飞生下了一对儿女,悠悠和彤彤,为避免近亲繁殖,悠悠在妈妈身边长到四岁后,被送回了中国,同时换回了另一只雄性大熊猫玲玲。 在上野动物园生活的十六年里,零零一直是这里的明星。 2000年,大熊猫童童话即幸附魔猿去世,零零开始了孤独的生活。 八年后,二十二岁零七个月,的零零眼心脏病已去世了。 她走时,许多日本人赶到上野动物园为她默哀。 由于零零的去世,上野动物园不得不面对自1972年以来,首次人内没有大熊猫的情况。 动物园负责养育大熊猫的山本福治说,没有大熊猫,上野动物园就变味了,希望新的大熊猫早点到来。 其实早在2002年,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,上野动物园就期望中国能再送送一只大熊猫,但受时任首相小陈采拜靖国神社等因素影响。 中日关系处于低潮,熊猫奉送事宜一直搁浅。 直到2011年,上野动物园才迎来了新的熊猫真真中国名仙女和莉莉中国名比例。 去年7月5日,珍珍和莉莉的小宝宝,几万千宠爱,于一身的湘香诞生时,日本在一次陷入新熊猫的狂潮,湘香在出生6个月后首次与游客见面,在日本引发轰动,使得上野动物园的年度入园人数超过了400万。 原方位避免发生拥挤,还采用了抽仙参观的方式,民众想看个熊猫得先摇号,而且摇号比例一度高达46比1。 虽然在日本这么火,其实珍珍、莉莉、香香熊猫一家的归属权依然属于中国。 从1984年开始,由于华盛顿公约中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规定,中国大熊猫的出口方式,就从赠送改为租借了。 不过,要租借中国的熊猫可莫那么简单,不仅每只熊猫的租金高达100万美元,租满10年之后就要还给中国,而且其又在在两岁后也要归还给中国。 所以,眼看着香香明年两岁时要回到祖国,上野动物园就要失去小明星,租熊猫成为安倍此行的重要任务。 除了熊猫,日本人还对另一种中国动物被加喜爱,那就是珠环。 珠环的拉丁学名叫做Niponinipon,直一过来就是日本的日本鸟。 在日本,鲜河是皇室的一大象征,神似鲜河的珠环,经常出现在有关皇室的记载中。 在皇室某些重要仪式里,珠环与毛势必不可少的供奉日版的传统歌曲中,也常见对珠环的赞颂。 日本曾经是珠环分布最广泛,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,但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,日本纪律的规定曾一度得到放宽,这导致日本珠环的数量在1868年到1900年间极致减少。 1952年,日本曾在全国进行大面积调查,结果仅在佐渡岛,和能登半岛上,发现了32只珠环。 1967年,日本在佐渡岛新岁村,设立了保护中心,但捕捉来的珠环相机因为不适应人工滋养而死亡,唯一存活的只有雌性珠环而今。 1981年1月,日本将境内产存的物质野生珠环全部捕捉,带到佐渡岛保护中心饲养。 可最终,这些珠环也将继死去。 2003年,27岁的珠环老太太阿金死亡,日本血统的珠环全部灭绝。 就在日本对拯救珠环几乎绝望时,中国却于1981年,在秦岭南路的陕西洋县境内,几几般的寻找到机制珠环。 找到珠环后,中越两国开始协商保护事宜。 1985年,两国签订了中日共同保护珠环计划,得自卫力把集教育推广保护珠环而努力。 至今,中国前后共有一院国家主席,和三院国家总理在访日时将珠环赠环或提供给日本。 1998年,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,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,向日本赠送一对珠环,名为悠悠和洋洋。 2000年10月,朱荣基总理访日,又将珠环每每接,给了日本进行珠环繁育。 2007年,温家宝总理访日,带去了珠环花洋和一水。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,珠环再一次成为两国的和平使者。 2018年5月,李克乔总理访日时,中国决定再次向日方提供一对珠环。 10月17日,这队珠环搂搂关抵达日本新西县佐渡珠环保护中心。 在为期一周左右的解议和观察结束后,他们被送往珠环森林公园生活。 又是送熊猫,又是送珠环。 那日本给获得了什么动物吗? 当然也有。 2003年,广州市与日本福岗市,接近友好城市,25周年之际,福岗给广州送了一头河马。 这头小河马,名叫憨达。 后来,他在广州动物园安家,愉快地生活了下去。 作为和平的使者,动物外交官的选择也有一定标准。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遵南说,每个国家所特有的动物,往往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与象征。 国家通常会选择在他国见不着的、稀罕的、珍贵的动物,已表示诚意。 至于福岗市卫和送和马,就不得而知了,可能是觉得比较萌萌哒吧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